记者林彦同台北报道,即使是喊病,也不会放弃任何艺人。 中华民国罕见疾病研发制药发展协会今天正式举办筹办会。 健保署署长李国章也出席致辞,他强调,不该花的费用会想办法减少,让真正有需要的罕病患者可以用到健保资源。 中华民国罕见疾病研发制药发展协会筹备会邀及政府健保署。 国建署非政府组织罕见疾病基金会等参加讨论。 根据罕见疾病基金会统计,近五年来罕见疾病药物曾有11次进入药物公理会议审查,不过仅有三项药品得以最后通过健保给付。 李国章坦言常面临的困难是,由于罕病患者非多数,其他单位怕资源被挤压,影响其效益。 同时药商也不愿意降价等,导致官方即使想推也难以推成。 李国章说,解决这问题需要时间,慢慢向各单位沟通。 一方面让其他单位了解,资源不会被排挤。 另一方面也要同时相办法争取更多资源,因此不该花的就要节留。 李国章举例,过去健保统计使用最多的就是诊疗费,反而重症住院的花费占不多,因此未来希望可以节留。 把钱花在刀口上。 今天现场也有产业界的药商代表出席,并共同签署共同承诺,为罕病会投入更多研究,持续引进新科技,以及成为官方一介与NGO的共同伙伴。